居心楼 莉莉雅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潘生在 潘生贼恶心啊 双强攻 这个保护眼吧 有潘生在 他们一定入侵的 做好保护眼 不要被反 有点尴尬 全军出击 有点尴尬的 不是 我们这把带个魔看 莉莉雅一个魔看够了 他这把只要不是很肥的话 可以出忍者鞋 对面4AD 这把手摔一片 用手摔一片 留着 weren't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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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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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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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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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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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他这样扭一下多吃了对面一套技能 他这样直接死了 我一个人伤害就不够了 大概第一时间把他们玩草里面拉就好了 不是拉草里面来打 更好打 知道吧 我刚才就可以不用交易了 我直接跳出去的话 先抓不下路来吧 他刚才往右边没必要 直接往左边拉就行了 他往右边被对面两个人打 还有钩子没有 我这边包一下吧 都拿过来他死了兄弟 包一下包一下 他没闪现呢 我小人还没打他 你这杀不了我呢 你这吸口血色 我怀疑这个莉莉亚 你连上河鞋都没打 我去看一下 针套手要到6了这样 火了 中路死了 我去另外一边也要死 刚好把技能给了 把这战刺刀买一下来 这坦然是好打力啊 但是你不能跟他打 你知道吧 这诺手刚才就在旁边 你打了 你又秒不了他 他一速很快的 你最多只能打他一套 加两个普攻就没了 但是到6级我们就很好打 因为到6级我们有2隐身加速 知道吧 而且我刚才也没有 回家买装备 你得看他 他盘面有没人在 这难道死了 他可能会过来 他可能会过来 刚才来来慢 来早一点可以直接一起把他秒了 我这边是没有一眼的 我这边是没有一眼的 先刷到6了 这难道7级了 这个世界 北北无穷 小王八卦 好 进化错了 这把可以进化2 这把进化2追莉莉亚挺好打的 隐身时间久一点 这男刀的话隐身时间待会就没有我们久了 开扫描了 等到待会又来了 山路没血 他刚刚不是在线上吗 来个冷者学吧 我现在反正不是他们打野我反正是他们中单知道吧 我反正是他们中单跟这个辅助啊 我这不去下路反蹲一下 他们打野要来下的 让我们大好了 等他过来看看我们反蹲就好了 我都知道他要干嘛这个辅助 我都知道他要干嘛这个辅助 他每一步我都算到了 直接把这个下塔推了好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我们中路选加里奥比较好 加里奥就完全不怕蓝刀你知道吧 因为他是一个法坦 有伤害又肉 蓝刀就很难秒他 而且加里奥还能支援 他就不能这么肆无忌惮的追着他走 我觉得他这个 贼拉斯刚才还不如进防御塔 他有治疗在呢 你看他选一个贼拉斯 你看他就打得很被动 线上又打不过这个蓝刀 蓝刀又能游走 所以打野的压力也很大 而且他这样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如果他打得不稳的话 线上裂死 打野会更难打 因为单能线本来就 打野发育来的好 你用裂死的话那就更难 勾一下 把这塔直接给他推掉吧 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把下路解放了 知道吧 让下路动起来 上路振脱手这发育就不用搬他了 上路是个船长 让他自己玩就好了 你这炮车没补到啊 说实话这波有点危险 潘森有大了 但是对面不知道我们在 这波可以把对面当一波傻子看一下 如果对面有傻子我们可以秒了 等这个潘森去游走我们去抓这金克斯 这边待会会有人来的 因为这边要刷龙了 看到没有 这边总总会有个傻子过来的 这个点是必有人来 就算没有这个野怪的话也会有人来 因为龙要刷新了 一般龙刷新的话 都会有人提前到的 直接秒掉 这白金一二的人该有的一时 还是会有的 所以你可以终上手术 碰到出来这边等干嘛 这会儿马上11级了 这把可以无视他们这个打野了 所以这把我们来点护甲就好 我今天教过你们啊 打菜刀队出什么装备很好用啊 你们还记得吗 这轮者鞋加黑切啊 但是因为我们谈刀 革新装备是木楞 所以木楞一定要先买 这轮者鞋加黑切的话 就打菜刀队这个4000块钱 可以打出6000块钱的效果 为什么这么讲呢 首先你这个菜刀队就意味着它是物理伤害 而且一般来讲菜刀队的伤害爆发就那么一套 所以你只要顶住那一套不死 你就能反打对面 所以这个时候护甲跟血量就显得很重要了 并且这个黑切这件装备 基本上所有战士甚至刺客都可以买 大多数 你在干嘛呢 这个刀队 还有点康星在这里 给他疏通一下寒道 这个人不能惹 这个人很肥的 能拿刀过来 他们这个阵容就是这样子 游走很烦知道吧 你还不跑呀 这人有机跑的 你看这装备都能打我1300 我这波要是刚才少一个兰烧宝石 我直接跟这个忍者鞋我就躺地上了 少着点护甲血量直接就没了 哪怕我很肥 他刚才没有大呢 有大差点要给我秒了 我跟他一共也才就1400的血 而且他那个点蓝只烧了三分之一的血 这个点蓝应该有个300点伤害 对270刚才他只烧了我100血 还有剩下100多没烧掉 我们先升到11级了 这边哪里有影 这有时候你看你看 走到这边就显示有影了 但是我少了没有 他有时候会 这木论会提供假情报 知道吧 一般你有只有被视野发现 这木论才会转 但是刚才明明就是没有 我现在觉得WPOK他们很难受的这样 大R他尿再尿一炮 别给我奶了一口 再拉死吧 可以好兄弟下个蓝有了 虽然我刚才不奶也不会死 这弄手摄像鬼开晚了 就那么一点血再开 他吃了我两个孤里无缘 够他 直接拆了 跟你们说话去了 被他偷了个鸡啊 A7买一下 为什么要进化W呢 绝大数情况下 弹狼十一进化W都很好用 因为进化W总是没有问题的 W其实是弹狼性价比最最高的技能 而且对面这个阵龙的话比较灵活 就更需要进化W了 我们W一手减一速 他们的阵龙的优势就不复存在了 单体90%的减速 全体60%的减速 你看这个弱手跑不动 莉莉亚跑不动 只能当个把子 摸不到冷的 难道跑不动他就秒不了了 同样潘森也是这个道理 先秒一个再说 WPK一下 别动 看他动不了这弱手 先别急 这波 可以过去先把莉莉要秒 再打个AQ 再A一下 一个蓝扯 我直接杀了三个了 你们呢 一个E越击W在减速 金克斯直接闪现不用管他 我这波杀了三个打跑一个 一副单关万副莫开 这波可以直接强偷这个金克斯 看他溜不溜 一个EW减速走旁边 他要丢夹子了 不丢夹子你在塔亚那里等死了 叫啊 这波叫佛龙跟别人来救你 我跟你讲 哎呦还有人救他 没事 我很肉的 直接一走好就 直接再W减速他要丢毛了 再Q一下他A一下 可以直接打断他的E 这波莉莉亚跟南刀要出来了 不贪了 这两个人移速很快 直接走就好了 这波对边很伤 这潘森刚才跟这个南刀 什么事都没做 他就死了 南刀在后面啊 我先W减速一手 一球太二 哎呀这波汤了 仰装大刀伤害吃到了 我再来一个霍甲 600多点伤害 其实他们这个阵容 其实血手也很好用 因为他们每百分比伤害 都是高爆发 所以不要霍火甲 我觉得血手更好 来个血手 甚至可以再用个表啊 血手跟护火甲都可以 两个一起来 我这个眼里猜一下 先来块秒表 你别说我跟他杀了三个 怎么都感觉打的有来有回 就很奇怪你知道吧 就感觉像是我们一个人在打伤害啊 主要是我那三个人都是直接给他秒掉的知道吧 有两个是我满血直接顺秒的 那男刀来不来这波 这个水龙地形我们很很喜欢啊 教你们怎么杀对面的人这波 先A个草 再E再跳过去 等他回来 他看到没有 时间一步过来 再一个AQ再见 看到没有 水龙地形刺客无敌的 最喜欢的这种地形了啊 先poke一下 不着急他要叫人待会儿 先把小兵清掉 待会儿我们打孤立无缘的伤害 直接一跃击 难成减速再AQW 再A一下再开个R 他就死了最后补个Q R加速闪现A刀 再杀潘森 W 再开表托一下 大盆斩刺 再Q一下E走 再W 杀了潘森 来杀 来吧 来 哎呦 傷害少一点点啊 这波再高一点点 真的 我怎么感觉我在一个打四个呢 就很神奇 你们知道吧 我这个刀都砍 断了知道 就 没点伤害 我们这边吧 我要一个血手啊 惩戒 刚才那个血惩戒死不了啊 这个难道刚才有200多 差不多300的血 我们惩戒才100 不够的 刚才必须得有Q才可以 你看每一波对面打野都被我顺秒了 很难受 直接抱团好了 这队友不要远离我 我怕我他们一离开我 他们又死了 这游戏现在叫什么 老鹰捉小鸡啊 我们这波两个技能给的有点多 我大吼得很快 泰坦很慢 所以他们如果要去打小龙 我们可以落一下大龙 这边没眼了 现在看到我了 这都死了我靠 我还吸了一口血你知道吗 2700血 我挺肉的说实话 我大不了还吸了一口血 成绩还吸了一口血 看到没有 我其实我才2100的血 他打我这么高伤害我有点接受不了啊 我刚才是想杀他的 找到我这把买红刀了 他这个装备也还好吧 三件套 加了个体压码 都跟我差不多 其实 船长他还在带啊 对把龙收掉这样子 这波如果有红尘剑 百分之二十伤害可以少掉500血 少掉500血说不定可以反杀他 这时候就 红尘的重要性 因为他的这个伤害是瞬间打出来的 直接 一起团 我怎么输入法打不出来了 我刚才切了一下什么他就出不来了 打不了字这样 不行 要不会输入法掉了吧 切下空格也没用 我切伏特也没用 我切伏特按了没有用的呀 准确加空格也没用 我都试了这两个方法了 好 难道残血了 这波其实可以打大龙 但是有点慢 正好 没有用 齐劲的换 打死 茶杯 我現在不敢調啊 調了怕隊友死了哟 這把進化2其實挺好用的 不應該進化Q的 進化2的話拖 隱身時間久一點挺好的 可以再開一段啊 沒事我馬上16級了 我這波血手護甲都有了 終極一波 飛湯了 輸入法沒了就 有了有了 強行給他切回來 他一個人開實驗鬼沒什麼用加的不多 來來來來 沒有睜眼丟下來是看不到我們下面 我可以減速的 這波進化R了 26級 隊友人不在 大錯人了 得大這個金克斯 雖然這個金克斯1-6 他又被偷了 看到沒有 這是一枚跟著我走 他又要死了 哎呀 為我的隊友操碎了心 如果沒盾著 這怎麼打呀 我想不明白了 有了 硬著頭一打 回护口甲 把龙拉了 两次别走杀 换个死我 对面起护甲 先把护口甲换了 这个刀可以留一下蓝刀 我觉得需要一件轻鱼 这护口甲可以先调一下 我刚好顺便来点魔看 来个死我 刚好这个钱 最后有钱再把打野刀换清雨就好了 这护口甲没有这个护口甲的效果就很没用了 我就开一下进来一个 可以P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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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船长哲拉斯三个人 对吧 再掏一个 再掏一个蓝刀 再一跳走拖住两个 打拉扯打迂回 我再减速三个 我一个人拖住了对面所有人 留不死我 没知道出装 只针针死了 像这种情况下 对面阵容比较扎实 你需要一个打几个 必须得出半入装才能赢 不然赢不了 直接下一把 好 在这里 你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